Hello everybody 我是Robin 我是Doris 我们是Zooker 帮你包出代管装潢改造 那今天的主题是 2020年我们团队内票选出来 三个我们觉得最棒的案件 那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 20张实验室的改造影片 那如果还没有看的话可以赶快去补看 你知道吗? 我们会放在资讯栏下面 如果还没有看过的话赶快去点来看 我们其实2019年底就接到了 只是它实际上完工是在2020年初 所以应该是我们2020年第一个完成的案子 那它对我们的意义也是不太一样的 因为它是一个坪数比较大的空间 那我们以前可能做的空间就比较小一点点 这次的屋主也非常的慷慨 然后也提供了一些预算让我们做使用 那我们就来跟大家介绍为什么我们觉得它最棒 那第一点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入口瓷砖的油漆改色 大家如果有看影片的话可以知道说 那个before and after真的差别非常大 但它其实花费非常的少 这一点真的是非常推荐 大家如果可以自己DIY改造的话可以去动手做 影片有稍微跟大家介绍到 瓷砖的改色的话要先上一层底漆 然后再上层面漆 那它有需要的游戏也烧到游戏行去买专用的涂料 工序上面有点复杂 但实作上面是蛮简单的 可能花一两千块的钱你就可以让整个风格改变非常大 所以我觉得这是CP值非常高的一个改造 20张对我们比较特别的一意义是因为 它是我们前期几个代管案之一啦 所以当初我们也是经营地帮屋主去做 所以它其实预算上它没有给得到完全的足够 很多东西都是我们自己DIY去补足的 第二个我们推荐大家看一下这支影片是因为我们觉得 我们在装胸主握的时候特别用心 那我们在后面有处理它的线板 同时它整个衣柜我们也都有重新做贴皮 那是很大面积的贴皮 然后最后来说其实效果也蛮好的 父母前住的房客也蛮喜欢的 然后那时候虽然它的那个东西都还不错 但是真的太老旧了 所以那时候也是有一种断舌离的心情 就不知道要不要丢跟要不要留着 但我最后如果今天你也是遇到这种状况的观众 我就觉得就是把它丢掉吧 那我们再来看第二个 景美实验室 那为什么要推荐这一个改造影片给大家看呢 第一次改造那种老旧的磁砖水泥厨房 然后那时候因为碍与屋主它的预算的关系 所以没有办法把它整个拆掉重做 所以那时候也是绞尽脑汁 一直跟同事们讨论说要怎么样去处理 说业主也都来找我们是觉得说看到厨房可以这样做 他们也在想说我们可不可以复制这套模式过去 那当然不是每个厨房都适合这么做啦 那只是这是一个做法 当然这是所有的东西都是经过师傅评估后 觉得说这样子是可行的 也不会导致可能原有的结构坏掉 我们才这样子进行 但是结果来说 如果你们家也是那种老旧的厨房 非常推荐你去看我们那支影片 可以帮你省不少钱 然后第二点呢 是我第一次使用 IKEA的壁挂家具 那个系列也非常推荐给大家 应该也算是我IKEA年度最喜欢的系列 第一个是我觉得它材质不错 是竹子做的 够坚硬 够坚硬 不像可能大家对于一些IKEA的家具 都有一些评价是觉得 一下子就弄坏了 那我觉得它这个产品算是 有一定的价位但是好看然后实用 然后我觉得它最好的地方是 它不仅是可以用在 我像那支影片是做电视柜 也有用在卧室当做书架 所以我觉得它在每个空间 只要是有符合你空间的风格 它都可以试用 而且因为它是可以 随着你的空间尺寸大小去做更动的 所以不管是大空间小空间都很适合 如果你有什么要收纳的东西 它有很多配件可以让你选 可以客制化然后又好看 所以如果你们未来2021年有想要改造自己的空间的话 欢迎去看我们那支影片 说不定对你们的空间会有更多的想法 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三间 第三间我们挑厦门99这支影片 厦门99也是我们今年度算是做了 屏数比较大的一个案件 那其实这个案子本身比较特别是因为它的 有些基础的灯啦 然后再来是油漆啊 还有地板都是屋主线就事先处理好 所以我们大多数只是处理软重的东西了 那一篇大家可以去看的是我自己去做了 类似像工业风的吊柜跟订做了工业风的电视柜 那支影片有跟大家介绍说 其实我是在网络上找的厂商去帮我订做的 那我会觉得说你去订做这样的东西 可能比你去家具店买的还要便宜很多 所以家里如果是走工业风的都可以去看 算是CP值很高 那厦门就有 第二点可以比较值得讲的是 衣柜的改造 大家不知道记不记得 就是原本在主卧的时候有一个 镜子衣柜的设计 因为我们那时候也想说 它超级大一面的 整面都是衣柜 但整面都是镜子 你走进去就是会觉得很可怕的那种 然后当初我们想说 天啊 这么大一面的 我们到底要怎么处理 然后也想了很多省钱的方法 然后到最后我们还是决定就是把门片拆掉 保留它原本木座的柜体 重新去装了门片 到最后的结果我们也觉得说 第二个衣柜改造就是 刚才那个是镜子门片 然后这个是它的衣柜门片已经很破 然后那个更衣间 它一开始也是 卖相非常不好 然后到最后我们的改造方式就是 把它装了一个布连 那其实就兼具了美观 然后以及使用性 那除了这次刚介绍的那几个装潢案之外 2020年我们也做了 第一次结合业配啊 等一下等一下好像很好笑 2011年 你刚才说有点 有 没有 除了刚刚那个三个2020年的 装潢回顾之外呢 我们也做了蛮多商业合作 那比较有印象中的是哪一个 那小溪街那边我们就有放 啊 有吸音版 我今天去见其他厂商 他们还要来问说 那个到底有没有用 真的好用 谢谢干爹 我们还有帮普林街改造 我们有使用地板 也是很好用 谢谢干爹 那个影片成效也不错 大家好像蛮喜欢的 如果我喜欢看这种影片的话 希望各路干爹都可以赞助我们 然后我们会来开箱你们的产品 除了商业合作之外呢 我们整个频道其实也成长了不少 我们今年年初可能好像不到2万吧 我们到现在已经快8万了 对 也是感谢各位的支持 我们本来预期去年希望能到10万了 那希望我们能在今年的第一季做到这件事情 也蛮想拿个奖牌的 哦 大家应该也很想知道 COSPER到底去哪里了 有吗 有人在 有人在在意吗 那除此之外 我们其实整个团队也扩大了 我们本来去年年初才6个人 我们现在已经进展到10个人 团队扩大了 我们想换办公室 希望今年 可以再给大家更多优质的内容 和装潢的案例 同时我们的房源量也有所成长 虽然在年中因为疫情的关系 我们整体的业绩有下滑一点 那时候大家也人性滑航 但我们也都停过来了 访客也都相当的稳定 这个也是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除了再继续透载更多房源之外呢 我们也希望能承接更大的案子 2020的年底 我们也在努力的谈 像比较大的 旅馆顶让啊 或者是透天的案子的 承接啊 这里我们都在陆续的接洽中 那希望我们在2021年 可以给大家更多这方面的消息 在2021年 我们也认识了很多同业 可以看一下我们的影片 就是可以看到我们做了很多 其他同业的介绍 希望我们可以让整个同业 可能联合在一起嘛 毕竟包租带馆这个行业 相对来说在台湾还是很新鲜 很多法规都还没做好 还没有完善 那我们也希望说我们可以变成 一起帮台湾的包租带馆业 就是往前推 推得更进步一点的 一个助力 那同时我们的网站 希望能帮助这个包租带馆业 去顺势更科技化去执行这件事情 包括我们有线上欠缺 线上付租啊 还有一些管理系统等等 我们也前往台中 那我们也一直在努力的寻找台中的新的方案 希望可以介绍给大家 希望我们能把我们的服务推向台中 如果你是台中的房东的话 欢迎来联系我们 可以帮你做包租的服务 然后也有状况的服务 其实我们对2020年有很多想法 我们当然也想要把我们自己的业务拆开来 因为我们包租带馆 我们有装潢 然后我们也希望 两边都更能精进一些 希望大家也可以多多找我们去协助 以上就是 我们对2020年的想法 以及对2021年的期许 希望这次的回顾大家会喜欢 然后今年疫情可以赶快结束 然后大家都身体健康 不知道你们最喜欢我们2020年拍的哪一支影片呢 请务必在留言告诉我们 我们今天就到这里 快速拜拜啊 拜拜 拜拜